比較好看 這是一樣是我們的運動的 這是我們營養的部分 再來是我們102年的 每102年的話 人數比較少 因為我們有排行班 就是今年的2月到6月的 我們有18個人來參加 16個人只有減重 這16個人總共減了 122.5公斤 那平均只會比 我們101年來得好 我們今年 今年那一一次 他一個人就減了 平均是減了7.65公斤 比我們上去年 5點多公斤還要來得好 那也有12個人 超過四分之一以上的人 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都減重 5公斤以上 那也有三個人就減重了10公斤了 所以我們今年這一天 會比去年來得好 那我們今年 在我們8月份的時候 也有開一梯次的 目前正在進行中 那這一梯次的話 總共有24個人參加 總共有24個人報名參加 到目前為止缺客籍在哪裡 目前缺客的話 有算過目前的話 只有一個人缺客兩行以上 其他的到目前為止都是全勤的 包含了颱風 我們有一次下 第一次沒機會放到颱風架那一次 他一個禮拜四還是全員到 我們本來想說 風雨這麼大應該不會有人來 就是會有人缺客這樣 結果那一堂課還是全員到請 真的還蠻感動的 那我們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四 後來不是放颱風架嗎 那我們本來在課程的時候 就已經講說 只要台南市宣布停課 因為他們是屬於上課 所以我們只要停課 我們就不上課 那後來也有些民眾 就會覺得他也忘記了 所以他們就自己跑來說 他們要運動 我就想說 可是我已經跟你講說 停課的時候就不運動了 但他們就會覺得 他們已經養成那個習慣是 禮拜四時間到 我就是要去運動 所以這是我們比較想要 達到的一個目的 就是時間到了 他就知道他要去哪裡 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八月分開的 目前在進行中 那預計這個第一次 會在十一月底的時候 會結束 那到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成效是如何 那這次一樣是我們的 生化的一些抽選檢查 那我們也是有一個顯著的差異 那這是我們上課的部分 那我們每一堂營養課的話 都會做一些小小的料理 讓學員他們去試吃 因為他們常常都會認為說 低卡的東西 或是健康的東西都不好吃 那好吃的東西都是不健康 或是高熱量的 那我們就是請營養師 現場示範幾個簡單的料理 因為醫院不能開火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涼拌的料理 讓學員他們可以自己去練習 做這樣子 那回去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他們都會覺得說 原來低卡的東西也是很好吃的 所以他們都還蠻開心來上營養課的 因為營養課的時候 通常結束的時候是晚上八點半 那我都會準備這個小點心 讓他們在晚上八點的時候可以吃 因為我都規定他們晚上八點過後 都不能吃宵夜 所以他們說他們很喜歡來上營養課 因為八點過後吃東西 我不會罵他們 所以他們覺得很開心 那這是我們運動的照片 這是我們剛剛那一位小姐 然後裡面比較特別是有一位 這個媽媽她是生過五個小孩子的 她是因為生小孩的關係 所以她的身材整個都是走樣的 遭監體了 那後來她在今年我們六月結束的時候 她減了十二點四公斤 那她目前還是持續在瘦 她目前到我上個禮拜八測了的時候 她的體重是六十四點多 因為我們給學員的一個鼓勵就是說 只要她有參加過我們的減重課程的 我們的運動如果往後的減重班還是有開的話 她的運動都還是可以回來上課 所以她這個孫小姐結束之後 她現在還是有回來跟我們一起上我們的運動課程 那我上禮拜八娘是六十四點多公斤 她說她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到五十五公斤 她的目標是到五十五 所以她其實後面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因為怕她撿到後面可能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撿 那至少她其實個性還蠻活潑的 那她上課也會帶她的小朋友一起來運動 因為她有些小朋友也是屬於胖胖的 所以就是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來運動這樣子 所以這個孫小姐目前還是有跟著我們的教練在運動 然後這一位宋小姐呢 她來報名的時候是七十七公斤 那她參加的是去年去年的那個七月的那個T次 那她去年都已經撿了十二點一公斤了 那她今年的第一T的時候 她是帶著她的女兒來報名參加的 她女兒撿了十公斤 她自己本身又撿了五公斤了 那女兒完成了 完成了女兒的任務了之後呢 她這一T次改成帶她的兒子來參加了 所以她到目前為止 她說她希望可以再繼續往下瘦 她希望可以瘦到五十五公斤左右 所以她等於是先自己來上課 上完課之後呢 就帶著她的女兒來上課 女兒結束之後這一期的話 就是帶她的兒子一起來上課 那她說明年的時候換成是 她的女兒要帶她的同學一起來上課 因為他們可能都是一些肥胖集團 所以她等於明年要帶她的女兒的同學 不要一起來上課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們去年大概的一個 減中的一個成果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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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